今天我想和你谈一下戒烟对身体的影响 有许多朋友现在都在抽烟 我看到男女老少都有 包括曾经的我也抽烟 香烟也抽过 电子烟我也抽过 现在回头看一看 我纯粹是为了好玩 那为什么我没有继续的抽下去呢 促使我停下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呛喉咙 但是今天我想让你了解的是 吸烟不仅仅只是呛喉咙这么简单的事情 吸烟和许多疾病都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持续的吸烟 那么它会持续的摧毁你的健康 所以让我们先看一看 五年前美国急贡中心发布的戒烟宣传片 这是一位叫做克里斯汀的女士 她曾经抽烟 因为吸烟带来了口腔癌 她进行了手术治疗 切除了癌症组织 口腔缺损的部位怎么办呢 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骨头 取皮肤过来填充 但是你可以看到 即使这样 她的面部仍然消失了一半 接下来是一位叫做特里的女士 年轻的时候 她也是个烟民 同样吸烟毁了她的喉咙 毁了她的牙齿 毁了她的头发 毁了她的容貌 不得已每天早晨出门 需要戴假牙 戴假发 还需要用一个小塑料筛子 填住喉咙上的窟窿 因为吸入的烟雾中 还有七千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 它们会从口腔 从肺部进入 走遍全身 它们会影响人体的每一个器官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停下来 它们造成的损害 实际上是可以部分逆转 甚至是完全逆转的 因为人体也有着足够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吸烟到底是如何影响人体的每个系统的 让我们先从呼吸系统讲起 说起呼吸的话 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呢 肺部 我们把空气吸进肺部 空气里面的氧气和血液里面的二氧化碳发生交换 这个过程是在最小的肺泡进行的 它是肺部的最小公众单位 一旦它损害了肺部的气体交换功能 就会大大的受到影响 吸烟会引起气管的炎症 导致气管收缩 让空气进入肺部更困难 吸烟也会破坏肺泡 影响它把氧气分配给红细胞的能力 当这种破坏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会感觉到胸闷 呼吸困难 憋气 你无法耐受剧烈的运动 你也无法有效的对抗细菌和病毒 一旦炎症合并感染出现了 还会有大量的浓潭产生 进一步阻塞肺部 所以吸烟也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那些抽烟抽了几十年的人 你应该是可以深刻体会到这种感受的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了解吸烟带来的肺部的损害 你再看看吸烟的肺和健康的肺有什么差别 吸烟者的肺是黑灰色的 充满了煤胶油和烟雾中的各种有毒物质 弹性差 可容纳的空气也少 健康的肺是粉红色的 有弹性可扩张的幅度大 好消息是 一旦你意识到了吸烟对肺部的危害 一旦你开始戒烟 你会注意到 仅仅只需要几天 你的肺活量就会开始慢慢的增大 你的呼吸会得到改善 可能有的人会注意到 咳嗽怎么变多了 这是由于肺部在进行自我的清洁 他在努力的排出不属于他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确实难以忍受这种可能出现的频繁咳嗽 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找呼吸科的大夫瞧一瞧 由于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肺部和心脏也是联在一起的 所以吸烟在影响肺部的同时 也会对心脏和血管造成损害 由于吸烟可以引起人体的炎症反应 如果你看过我的上一期视频 你会了解到炎症是引起血栓 引起动脉周样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换句话讲 吸烟的人体中形成血栓和血管壁上形成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这两个东西都会不同程度的堵塞血管 尤其是给心脏提供血液的冠状动脉 增加冠系病的发作概率 除此之外 烟雾中的毒素可以影响血管 升高血压 还可以干扰心脏的正常的电信号传导 导致心脏跳动的节律紊乱 出现心率的失常 如果抽烟又喝酒 再加上高碳水高糖饮食带来的高血糖反应 这些不利的因素跌加 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那就会翻倍了 如果你不抽烟 但是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频繁的抽烟 你吸了二手烟 这同样会对心脏和血管造成损害 好消息是 如果戒烟一年后患冠心病的风险 将是吸烟者的一半 但如果你希望患冠心病的风险 与不吸烟者相同 你还需要加倍努力 这还需要14年的漫长积累 第三个影响是关于免疫系统的 吸烟会损害免疫系统 并且降低人体抵抗细菌 抵抗病毒和各种微生物的能力 那么除此之外 吸烟还可以破坏免疫系统的平衡 增加人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例如系统性红斑囊疮 炎症性肠病 内风湿性关节炎等等 第四个影响是关于生殖系统的 对男性而言 烟草里面的化学物质 可以损害精子的数量 精子的活力以及形态 导致精子的质量下降 由于烟草里面的化学物质还会损伤血管 引起炎症 因此这也会影响男性生殖器的血液的流动 以及血管的功能 长期吸烟会影响勃起功能 并且进一步加重勃起功能伤害的风险 还有一点是关于睾丸癌的 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患睾丸癌的风险更大 对女性而言 吸烟可能降低卵子的质量 导致卵巢功能受损 并且出现排卵的问题 增加不孕以及流产的风险 长期吸烟的女性卵巢功能衰退加速 这会让她们提早进入更年期 让她们面临骨质疏松 以及肌肉流失的风险 和男性类似 吸烟的女性比那些不吸烟的女性 她们患肱颈癌 患乳腺癌的风险要高得多 第五点是关于吸烟对肾脏的影响 这分为间接影响以及直接影响 我们先说间接影响 前面提到过吸烟会影响心血管系统 吸烟会影响心脏的功能 吸烟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肾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 过滤血液形成尿液排除毒素 因此这需要良好的心脏功能 良好的血管功能做基础 向肾脏输送血液 只要流向肾脏的血液不畅通 或者是压力太大 那么这都会对肾小球 也就是肾脏的最小的功能单位 造成损害 最终影响肾脏的排毒功能 而功能受到损害的肾脏 又会反过来对血压 对心脏继续造成坏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说直接的影响 吸烟带来的毒素 增加肾小球肾炎的风险 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增加肾癌的风险 我知道许多朋友存在有侥幸心理 因为我说的是相关性 意思就是说 吸烟不一定会带来这样的不良结果 但是谁又确定自己不会中长呢 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那么你就更需要在意生活中的点滴积累 第六点是关于吸烟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我先不说对吸烟者本人的影响 我先说对你孩子的影响 如果你有孩子 特别是五岁以内的孩子 如果你在家里面抽烟 或者是你抽烟 但是香烟的烟雾残留在了衣服上面 孩子如果接触了 就会对孩子的身体产生影响 尤其是大脑 有研究发现 儿童被动吸烟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困难等问题出现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上小学的时候就落后他人的孩子吗 对吸烟者本人而言 对成年人而言 吸烟同样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和认知能力 这是由烟草里面的尼古丁决定的 虽然它会让你获得短期的愉悦 看似减轻了压力减轻了焦虑 但是它也会刺激我们大脑的多巴胺系统 产生上瘾反应 长此以往 这就导致大脑里面的多巴胺受体的数量 以及敏感性降低 最后带来认知功能的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 激励减退等许多问题 那说的直白一点点 这就是慢性的吸食毒品 还有阿尔茨海默病 还有帕金森病 你说一下 你对这两个病了解多少 你有没有见识过这一类病人的痛苦 真的建议你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烟雾中的毒素会加速神经血泡的退化以及损伤 影响神经传导以及神经固有的保护机制 所以有研究发现 吸烟的朋友患阿尔茨海默病 患帕金森病的风险要更高 不仅如此 他们患坐骨神经痛 患多发性硬化症的概率 也比那些不吸烟的朋友要高 第七点是关于吸烟对皮肤的影响 吸烟的人皮肤老得快 这是因为烟草里面的化学物质可以损害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 破坏皮肤的弹性以及紧致度 并且吸烟还会影响给皮肤供应血液的小血管 导致皮肤营养不足 让吸烟的朋友更早的出现皮肤的干燥 皱纹皮肤的松弛 色素沉着等老化现象 对年轻人而言 如果你想通过吸烟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老成 你可以很快的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本来就有严正性的皮肤疾病 例如说银泻病 湿疹 搓疮 吸烟则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这个问题 还有大家关系的脱发问题 由于皮肤是头发的土壤 当皮肤的营养不足 头发的根基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毛囊也会受到影响 我不说吸烟会导致脱发 但是这个风险 你可以自己去权衡一下 对住院的手术患者而言 我们会反复的在手术之前强调 在手术之后强调 一定不要吸烟 因为吸烟影响小血管 吸烟影响伤口的愈合时间 增加了感染以及斑痕 形成了风险 至于吸烟对口腔的影响 吸烟是否会导致癌症 相信你在前面的内容里面 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形象好 气质佳 口气清新 牙齿洁白 并且有机会健康活到老 听我一句话 不要吸烟 如果确实忍不住要吸烟 那么请记住一个原则 一定不要伤害他人